好了,群里的各位朋友,大家中午好,今天是2020年啊,6月9日,星期二,我们又到了中午啊,先聊的时候,先呢,跟大家分享两个跟我们Plazok相关的信息吧 第一个呢,是我们这个测试版APP的网址啊,我们说3wplustoken.app这个域名 你现在进入之后呢,会发现进入了一个叫欧宝娱乐的下载网址啊 这个目前啊,解释不了是什么情况 去查一下,欧宝娱乐好像是一家啊,境外的啊,比较正规的一个体育娱乐类网站 但是呢,你要摆脱的话,也有很多,它也叫欧宝娱乐的啊,趁热度的或者是假冒的克隆的欧宝娱乐 主要是侧重于棋盘博彩啊,等所谓的娱乐 这种行业在我们国内属于法律禁止的,法律禁止的行业 那么摆脱可以看到一个张信哲什么代言欧宝娱乐的啊 那么一个正规的欧宝娱乐呢,是比较有禁止实力的啊,也可以说 他呢,没有必要通过这种黑客手段啊,就是占用别人的域名去进行推广 因为我们这个普拉托克的APP,它既然注册成这个域名啊 那必然是跟普拉托克有关系啊 一种是普拉托克某些会员啊,趁热度,对吧 花点不定点钱注册这么一个东西啊 然后用来再利用普拉托克会员用户的这种心理啊 来实现引流吸粉的目的 就出现这个页面啊,不可能是欧宝娱乐方面的行为 而只是这个 这个网址,这个域名的维护人,个人的行为 他为什么要搞成一个啊,娱乐棋牌的啊 就是比较下三路的这么一个行当去搞这么一个东西啊 我们现在没法解释 这么 同时呢,你如果要监测这个域名的服务器 会发现他在正常的维护之中啊 每天在不同的地域啊 都有访问啊,或者维护的迹象啊 他是布局在很多地方 还有一个呢,我们当时认定这个APP 这个测试版,就是普拉托克肯官方的 还有呢,这个理由目前还是存在的 为什么呢,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因为啊 大家在测试的时候,转币的时候 那个币的地址啊 是普拉托克肯官方的地址 那么现在为什么它上面出现这个欧宝娱乐的这么个画面啊 而且它提供了二维码的下载啊 这个目前解释不了 不了呢,咱们就不去白扯告诉大家有这么一件事啊 继续保持关注即可啊 保持关注即可 另外一个事呢 是说啊,YC 这个事啊,我们快一年了呢 有些会员呢 沉不住气啊,沉不住气 我们说一直有会员是寻求这个 比方说去到 司法部门啊,政法部门去要说法的啊 我们昨天看到的小视频 大概有二三十位啊 二三十位普拉托克的用户呢 到了江苏省南京市啊 到南京市呢 找这个 我看他们那个视频上显示出来的是江苏省公安厅的信访 啊,公安厅的信访窗口啊 在那个一堆人群聚集啊 在拍视频的时候有的用户 有一个用户 喊出的 卦我们听清楚是 叫YC 还他的血汗钱 这拍视频的 这个人 他的声音我很熟悉 应该姓张 如果没有记错啊 是安徽 安徽 路安那边的人啊 因为这个人 一直是在搞这些动作啊 在 上一次应该是 一次是12月8日啊 19年12月8日 他打电话给警官啊 放了一段录音 也就是他 说是他的 他 刚放了40万进去呢 就官网了 而且他说他团队上面的领导人叫陈伟华 接着呢 就是春节前啊 也是这个人跟陈伟华两个人的视频 两个人呢 就是在台上啊 各自挥舞着 拳头 喊了一堆什么 然后热烈拥抱啊 也就是陈伟华要跟他一起要讨说话 然后后来这个事也没有下文了 现在出的新的剧目啊 新的剧情呢 就是他们这伙人呢 又到了江苏省一个公安厅 后来好像还到了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啊 也是在新法 他有三四个小视频啊 有人发给我的 那我们大家熟悉的全新啊 全总啊 也表示啊 他要到北京 的公安部门要给大家找个说法啊 全新呢 是大家的老朋友吧 啊 什么普通的用户都比较熟悉的人 他是今年啊 主要经历应该做另外一个项目啊 另外一个区块链存储的项目 在比较低调啊 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又冒出来演这一出啊 因为呢 全新也是在最早应该是19年的8月份 他的团队啊 他的团队放出的消息 就说他们通过大数据通过大数据啊 了解到是雷奥一行是十个人啊 在上海机场落地的 因为此前的消息应该是8月15号前后 或者8月10号左右啊 一个叫少帅的人 说是 这个雷奥一行呢 是在北京机场落地啊 然后 要跟我们国家的金融高级官员见面啊 那当时说的一行是16个人啊 接着应该是第二天啊 全新的团队啊 他们说是在上海机场啊 可以确认是他们是没有去北京或从北京直接到了上海啊 也是要跟我们国家的金融高管啊 某行的某行长见面 人数呢 全新团队认为是十个人啊 那么现在 不知道什么原因促使他 这是个洁评啊 这洁评我给这很多群都有啊 全新表示他要到北京官方部门找说法啊 觉得 普拉特的用户啊 这一年了啊 嗯 到现在为止 你 行圣语言啊 我们一直在群里面跟大家 进行这个分析啊 我们有我们的看法 我们有的判断 我们认为是这么回事 所以我们不支持啊 采取这种方式 这些人呢 他们是按照他们的认知 愿意用这种方式呢 我们都是用户是吧 一个是表示理解啊 对他们的行为表示尊重 尽管对他们的动机不认可 但是那是别人的自由和权利 我们就是密切关注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啊 这么说吧 但是刚才这位安徽女士啊 他们那伙人喊出了一句话叫 哎就叫言成还我血汗钱 这是一种新的说法 我们也不加评论 但是为什么说是一种新的说法呢啊 新的一种呼声吧 因为以前呢 他们总 他们这次还是说 哎呀 你看这些都是plus的说话 人都是被骗了 都是被骗到plus里面的 但他们把诉求的目标啊 直接直指YC警方啊 这应该是由YC警方回答他们问题的 这是个新的说法 因为这伙人呢 以前他们诉求目标是不明确的啊 一会儿说是 陈波啊 陈子涵他们骗了他的钱啊 一会儿又说是这个案件定性不对 不应该定为CX 因为定为诈骗啊 因为他们也听说了啊 因为定为CX的话 这个钱就回不来了啊 定为集资诈骗呢 还有回来的可能啊 但是呢 他们从来没有去问过 去了解过 这个币在哪里啊 管是怎么啊 定为什么案件啊 我们一直说 首先这个币是我们每一个会员的币啊 按照物权法也好 按照即将 已经生效的民法典也好 这是你的私人财产 没有经过你的允许 任何人没有权利剥夺啊 陈波是没有权把他拿走的 你是委托给 普拉托肯项目方 实际上相当于用委托理财啊 是第一层 事实 那么如果别人拿走了 不给你 比方说就是官网了 你提不出来 这也是个事实啊 应该去找 谁把它官网的啊 其次这个币控制在谁手里啊 从法律关系上 你的直接关系人啊 就是拿你逼的人 是普拉托肯项目方 至于这个项目方是谁 是雷欧呢 还是陈波呢 还是陈伟华呢 还是你认为这些讲课的这些老师呢 是吧 这个 只有司法机关啊 经过司法程序才能认定啊 当然你有主张权利的 你有主张自己要求的权利啊 可能我们一直跟大家剖析的是 普拉托肯啊 是因为先抓人后官网的 所以他们 今天喊出这么一个比较 比以前啊 刷新的一种说话 一种呐喊吧 我们也不加 不方便评论啊 只是告诉大家也这么回事啊 我相信每个人心里有关乘 对自己的投资 对自己的财产表示关心啊 这是一种正常的啊 当他不能取回的时候 你即使通过司法手段 我们觉得一直是用合法的方式啊 表达诉求 采取行为啊 这都是个人的选择啊 尽管我们不认可 那么都是普拉托肯会员 这也是一种啊 寻求真相一种一种努力吧 啊 我们也是保持关注啊 希望这个放视频出来的人啊 继续的提供相关信息啊 提供相关信息啊 希望有些新的内容啊 不要永远是喊一喊而已啊 也就是在这过程中 你自己去验证一下 你的行为是否合法 诉求是非是否合理 如果你通过这种方式啊 能把B要回来 那大家都是一样的啊 你能要回来 大家也都能要回来啊 那么你作为先驱者啊 我们觉得应该表示感谢是吧 至少你承担了一定的风险的 说实在啊 被其他的沉默的大多数啊 其他普拉托肯用户 我觉得也是保持这种关注的态度啊 静观其变啊 静观其变 事情怎么 他说进行之后啊 不管什么结果 目前我本人啊 对普拉托肯的认识 还是一直 一直没有改变的啊 嗯 首先这个B啊 这个B 还在链上啊 在项目上手里 而且是在有动作的 啊 有动作的 一方面呢 我们是 自己都可以查到 啊 另外一个呢 你不相信我们这些用户自己的查询呢 我们可以告诉你啊 从 19年6月28号啊 官网至今 那些公认的 所谓的数据监测公司啊 你千万不说每天都有这个 叫Volaleta 就今监测公司啊 几乎天天见的啊 在B块报 B世界都引用他的数据 多少多少个比特币 从这个交易所 又到哪个交易所 从哪个地址 到哪个交易所 另外这些第三方的公司 尽管他们好久没有发新的内容了啊 一个是 叫北京炼安 还有个叫派顿啊 英文派顿叫Packshare的啊 一直是在跟踪普拉索肯的数据 他们也认可啊 尽管他们说有很多已经被套现了 但至少还认可多少万枚比特币 是在普拉索项目方的 是吧 那么最最近一次 最晚一次应该是3月6号 还是3月8号啊 说是普拉索肯要准备变现了 接着呢 就是3月12号13号 比特币的一轮大跌啊 从七八千美金 一猛子扎到三千八的最低点 那次呢 有五千枚啊 是可以确认去 Packshare里面抛出去的啊 后面呢 有一个叫OXT啊 OXT的第三方数据公司 也做了一个报告啊 这个报告我们也给大家剖析了啊 也就是这个B在链上 B还在 B在动 B在转移 等等等等的 这个基本事实呢 是存在的 是谁也否认不了的 那么对于它是否变现了 是否套现了 这个查出来就知道了啊 而且区块链是必然可以查到的啊 我们看到有的就昨天啊 转发的开头是德文 后来又根据德文 又翻译从不他其他文字 包括中文的版本的那个啊 那属于个消息汇翠 那些消息其实是 应该属于出口转门的消息值 因为很多消息都是我们自己 以前各个群里面搜集的 那他们的汇总呢 其中提到一个普拉托克里面 比特币有120万美元 这个数据应该是引用的 饶博舍的数据啊 其他有老师现在 一直在兼职查币的老师 任何一个基本事实就是 并还在啊 并在啊 而且呢 也够发放我们这 加上我们一年的啊 一年的收益 加上本金啊 都是绰绰有余的 就希望这些啊 去到相关部门找说话的用户呢 不要 稍微有点进步啊 问一下问一下那些啊 穿制服人士啊 问一下币在哪里 好 问一下币在哪里 好吧 我记得以前有个电话录音啊 是普拉托克用户跟YC警官啊 也问过币在哪里 警官说的这个资产情况 我们在进一步追查之中啊 然后也又问过这个币 是 怎么处理啊 最早的是说的这个CX啊 不给大家了 是CX了 都是CX 没有说话人员 都是参与者 当时是 让这打电话的人很崩溃啊 去找说话的人都很崩溃 那呢 同样的问题呢 这个 警官的回答是啊 必怎么处理 有法院决定啊 这是应该是合法 这个说法应该是合法的 就说有法院 这整个案件是怎么回事 都应该是由法庭经过审判啊 经过合法的程序审判之后 给予结论 那么目前呢 我们知道这个案件是进到法院了啊 但是并没有审理啊 并没有审理啊 为什么没有审理啊 原因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也不去瞎说 但是我们审理 我们说了可以参考啊 Waltoken的 Waltoken 几乎是一个现场直播的审判嘛 那个六个多小时的那个视频 我相信啊 很多人只要你关心这件事啊 都应该是看过 有的不止看过一遍两遍啊 他也是核心就是这个币的问题 因为他的币都在库神钱包里面 而且被缴获了 另外他的币的数量呢 是由上海成星电子公司啊 就是由这家公司作为独立的 第三方的一个评估机构啊 他去查询 他认认定是多少多少个比特币 多少个这个币那个币啊 这是个最基本的事实 在这个事实基础上 才对Waltoken进行审理的 对吧 你说天花乱坠啊 为是那个那个叫高玉龙啊 主犯高玉龙 他自己也说这个必是客户的 没错 那个必是客户的啊 必是客户的 为什么在你手里呢 对不对 那么警方认定这个CX 也是让CX通过这种多层级的 最后你把别人的钱变到自己兜里面 那才构成的后果就是谋取 非法利益嘛 你把别人的东西变成自己了 那就是要非法嘛 啊 你没进别人允许啊 通过花言巧语的夸大宣传的 那就叫诈骗嘛 通过粗暴的方式 你叫抢劫嘛 对不对 谋取他人财物 无非就是这种两种方式嘛 一个是骗嘛 一个是抢嘛 这都是违法的嘛 反正东西在你手里啊 是别人的 你自己都说是别人的 你确实在是别人的 到你手里了 哎 这个基本事实 那好 布拉斯托克 现在这个B在谁手里 在陈伯手里吗 在不在呢 我觉得这个 警方没有给出名票回答 而且警方是必须要给回答的 因为这个案件 除非他没有侦查完毕啊 警方要侦查侦查 侦查什么 不就是侦查这些东西吗 啊 是吧 希望不要去 简单的跑到 那里去啊 发个照片就了事了 这 这是 解决你自己的问题啊 不需要来博眼球 好吧 然后呢 也不要再 做些重复劳动 居然去都去了 来都来了 啊 努力 向前迈一步 也是为你自己负责 另外呢 也有 好像有 一个小团队的 用户啊 接到YC警官的电话啊 他们是要约 约了一场 会面啊 约了一场会谈 还没有 应该是这个 这只是刚才是还没有谈了啊 谈了什么内容 我们以后知道了 再跟大家分享 呃 不管是 什么情况 如果你 任何一个会员啊 你接到警方电话 你做到 如实 回答 即可啊 有一说一啊 你不要抱着侥幸心理啊 警方能给你打电话 肯定是知道了这些事情啊 一个是有一说一 二一个你应该是问心无愧啊 因为你没有拿别人的钱啊 你是用自己的币或者钱投资了普拉托克项目啊 现在拿不出来啊 警方无愧是问你啊 你是怎么接触普拉托克呢 谁介绍你的啊 你是通过网上扫码还是朋友介绍还怎么立这个 再一个你发展了多少市场啊 这些东西呢 你隐瞒不了啊 警方问你呢 就是要将来做态度分的啊 老实和不老实结果是不一样的啊 你也不要去夸张夸淡啊 不要说什么骗不骗 你的事实就是拿不出来了啊 至于是骗还是CX 那个有警方有法院来认定啊 因为我们多次跟大家讲过啊 YC警方掌握所有大家的推广关系的这个数据啊 币的数据 火币方面可能是掌握的 没有经过火币的 那可能是不掌握的 就你投了多少钱的问题啊 这个警方不全掌握啊 有可能都不知道 因为查如果你没有变现的话 币那部分是查不到每个人的币的啊 别推了你 你推了谁这个问题啊 不像隐瞒 这个完全掌握 当然我们我们说我们这共识者认定一个基本事实是因为啊 警方采取了行动啊 抓捕了一些人才造成官网的啊 然后造成大家提不了避议的啊 那么我觉得啊 这个视频还是昨天的 昨天这批用户啊 到江苏省啊 公安厅啊 或者高法 或者全新同志到北京的公安部门啊 找说法啊 我们会继续关注啊 关注这些啊 同时呢 我们也 依旧啊 坚持 我们 这十一个月啊 将近一年以来啊 对普拉索肯 基本面的认知啊 基本面的认知 客观上啊 这些人去找相关部门啊 因为这个事情 本来是相关部门自己弄出来的 对不对 也算是 一种正面的接触吧 你当他一种 一种压力啊 那就 看一下我们 相关部门怎么 怎么回应吧 始终相信啊 人民 警察为人民 人民公安为人民啊 我们相信他们是为人民服务的 这普拉索肯呢 啊 就是我们所知道 他不存在 崩盘 也没有跑路 更不是庞氏骗局啊 地都在啊 那就不存在诈骗的问题 他之所以停的这么长时间啊 是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啊 我们还是继续的安静的等待啊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些 还是祝各位心情愉快 谢谢